在这一边它有一个长方形PQRS 然后它说P是-8Y,然后R是42 它说Y是positive integer,所以它是在上面的 然后它说它的distance of PR是13 所以distance of PR呢,其实是P跟R是斜线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一边它告诉你PR是13 然后42是向前走4,向上走2 -8Y是向后走-8,向上走Y 所以我的S的coordinate呢,其实是-8逗号2 因为它是向后走8,向上走2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一边是12,为什么是12呢? 4-8,也就是4加8 也就是12,大减小啊,横线 所以这一边是1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可以找到我的PS 我的PS呢,我用Bitobrase theorem 它就会是变成Square root of 13 -5Square,没有-12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5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Square root of 13Square -5Square,然后我拿到的是12 OK,13Square-12Square,不是5Square -12Square,我拿到的是5 OK 然后,呃,在作业这一边 它的做法是-8-4的Square,加Y-2的Square 所以它这一个等于13,它Square 它Square 绑过来变成Square 然后-12的Square 144 然后在这一边呢,它这一个 再把这个绑过来 其实这一边它应该会变成Y-2 等于加减Square root25 然后它会变成加减5 然后它才会变成Y等于5 什么,就2加减5 所以它是2加57 然后2-5-3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Y大过0 so,所以我这个rejected 因为我的那个Y大过0 OK,好 呃,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就比较复杂 如果你刚刚不用这样的做法 你用我刚刚这一种做法的话 它就会很简单 你就知道这边是5了 所以你知道这边是5的时候 它这个是Y 然后这边是2 然后2跟5之间相差 那个2跟2跟Y之间相差5 所以它的Y会直接是2加5等于7 OK,然后我们就拿到答案啊 7啊 OK 然后它要你找它的area of the rectangle 所以这边是12 这边是5 所以我的这一个 第二个的那个部分非常简单啊 底层宽啊 12乘5啊 底层高啊 60啊 然后60unit square啊 这样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啊 60unit square啊 OK 12乘5啊 这边12这边5啊 OK,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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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